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电影《春节档》九部国产芯片 将在2020年大年初一同天上映 陈可欣指导的《中国女排》 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队员 拼搏奋斗成长的故事 朱婷 惠若琪等中国女排队员们 也将真人出演 在陈思成导演的《唐人街探案3》中 刘浩然和王宝强转移到了日本东京 继续自己的探案生涯 《徐征九》系列中 全新的一部《九妈》 融入了中国家庭关系 探讨当今社会的母子关系 继《红海行动》之后 林超贤导演再次取材自 真实事件的作品《紧急救援》 再现了中国海上救援队 执行任务的惊醒过程 日前 系列荣美广播节目 《我家住在解放录》热播后 创作严评会日前在今举行 该节目通过不同城市的 解放录这一小切口 观察新中国70年发展变化 和巨大成就 全国70余家广播电台 和新媒体平台媒体深度融合 使广播节目打通书籍出版 电视 互联网 移动新媒体等全媒体传播渠道 探索出了融媒体项目的新路径 我们整组报道有70条解放录 讲述了70个普通人的故事 通过一个解放录 它不仅仅记录的是老百姓的生活 更加记录的是共和国70年的岁 移动电影院无障碍电影 观影平台日前在今发布 无障碍电影是专门为了 方便残障人士观看的 经过加工的电影 它通过增补大量配音解说 字幕或者手语 让视力或者听力障碍人士 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上 欣赏电影 由北京市教委主办的 戏曲进校园 2019校园戏曲节 近日在清华大学落幕 本届校园戏曲节 包含28场高水平演出 名家讲座 表演工作坊等活动 让学生近距离感受 中华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近年来走进院县 收获高票房 高口碑的纪录片 是越来越多了 纪录片创作团队 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 除了传统的电视媒体 互联网平台 短视频平台 独立大学生团队等 都是纷纷投入到了 纪录片的创作热潮中 我们来看记者的文化观察 纪录片 风景 这边正好 2019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 50余部纪录片参与了展映 今年的纪录片节商店 共收录了来自 47个国家地区的纪录片 932部 其中境内643部 境外289部 达成意向交易额 8.88亿元 新媒体 今年应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亮点 他们都带来了 自己作品的发布 从以前的购买成片 购买内容 这几年 他们慢慢地转向 开始自制内容 不光在中国这样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 比如说一些比较大一些 世界范围内的播出平台 也开始自己投资制作纪录片 甚至他们也想尝试 制作计时类的纪录片 纪录片《人生鱼串》 是由哔哩哔哩和旗帜传媒联合出品的 呈现国人烧烤情节的专题片 与以往的烧烤节目不同 《人生鱼串》极具事情气息 把镜头拉至寻常摊铺 真实地去展现烧烤的乐天内涵 与江湖风味 网络评分高达9.1分 网络声新派纪录片 是伴随着互联网这种新的业态 伴随着互联网观众们 他们这种新的观看的行为 我觉得互联网正在有一种 咱们肉眼可见的速度去改变 去重塑传统的纪录片内容 或者计时类的内容 大家我觉得不光是传统的电视媒体 还是我们这些网站 我们都在以一个特别开放的 特别的积极的态度 去拥抱各种各样的新的纪录片的形态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9显示 2018年中国纪录片生产总投入为46.02亿元 同比增长16.4% 生产总值为64.45亿元 同比增长近7% 互联网短视频和独立制作人团队 成为纪录片创作的新生力量 我们是希望他在做好内容的基础上 实现他的商业价值 通过他的商业价值的实现 更好地去反补内容的创作 这是我们的初衷 从网剧到网中 包括网络大电影 那三个产业里面的创作人 也是逐渐地去适应新媒体的一个 用户的一个喜好 或者是用户的一个习惯 然后逐渐地找到一个默契点 能够去实现跟用户对话 然后可以让创作者最后 真正地表达出自己的内容 我是一个行走在路上的母亲 网生纪录片制作周期短 话题敏感度高 制作团队门槛低的优势 并没有影响其对内容 质量深度的挖掘和把控 反而在垂直受众的注视家不断提升 本届纪录片节 征集到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 共283个高校的801部参赛作品 大学生创作记录热情高涨 独立创作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许多青年导演 大学生被纪录片所吸引 创作出一批态度深度兼备的优秀作品 每年能过来参加一次真的是一种 不论是身份上的认同还是自我 在过去价值一段时间的重新认可 会很激励你继续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每年有这样一个大的节展 让你意识到还有这么多人跟你一起 在做着同样或者同一个方向上的事情 还是会觉得很让人振奋 在第六届中国国际大学生纪录片大赛上 青年导演王凯凭借处女作品 获得优秀青年纪录片导演 和优秀纪录长篇的双份荣誉 这部处女作历时三年半 通过镜头纪录的方式 拉近儿子与母亲的距离 促进了母子之间的沟通 我觉得大家会用不同的角度 去介入社会 我接触到的做纪录片 可能这次我就碰到一些入围的朋友 我看他们其实主要是纪录片专业的 我会看得到我预想的纪录片 和他们的纪录片的区别 我其实有蛮多数需要去学习的 有时候就是因为身高的原因 现实有时候真的让我寒心 从大学生的视角去看待 发生在他们那个年龄层的 身边人和身边事 发生在他们这个年龄层 怎么看待世界观 世界发展变化的问题 也是让人非常惊艳 就是评委他会说 天哪 这个大学生作品 完全可以上院线了 我是生在细乡里的孩子 中国第六代导演陈苗指导的人物传记艺术电影 《上海的女儿》记录了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儿周采琴的一生 无论是从中国到美国 英国的空间维度 还是周采琴女士几十年传奇人生的时间维度 该片都反映出陈苗导演对于选材的把控力 成熟纪录片导演对于影片制作的一份匠心 是无论在行业发展任何阶段都应该秉承的宝贵财富 我更爱拍纪录片的原因就是我觉得 我能够跟剧中的人对话共同成长 而且这个真实的力量 一个真实的改变的力量 一直发生在这个采访人和被采访人的过程当中 近日一篇题为卖掉北京房子 拍中国手艺的导演哭了的文章 引起了网民的关注 张锦导演创作的寻找手艺纪录片 通过镜头记录了许多濒临失传的民间手艺 在纪录片越来越获得各界关注的当下 好的内容值得被纪录片创作者挖掘 也更应该拥有更广阔的传播平台 纪录片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实 正如本届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主题 纪录片承载着共享人类影像记忆的使命 如今中国制造的纪录片 正迎来最好的时代 更加丰富多元的题材 样式更加广阔的渠道和市场 让越来越多的中国纪录片 以真实的力量和情感触动更多人的心灵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或者文创产品 还可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你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